杜汶澤14日晚在臉書寫著 5,000元台幣一碗牛肉麵到底是什麼概念呢? 他透露同老婆情人節到位於台北內湖 號稱全球最貴的牛爸爸牛肉麵用餐 報價單上顯示 最貴的牛肉麵要台幣1萬元一碗 約港幣2,800元 約人民幣2,300元 對此長期遭中共封殺的杜汶澤搞笑地說 我不捨得吃 舔共不力 吃不起 並表示兩人最終分別點了一碗5,000元牛肉麵 和1,500元番茄牛肉麵 杜汶澤還透露 老婆田瑞尼點評說 餐點很好吃 牛肉入口即用 牛肉湯就好像一碗牛肉原汁 香而不煎 番茄湯 茄味濃郁 並大讚 這樣才叫浪漫呀 杜汶澤也表示 自己會再來 但是就不會吃1萬元的牛肉麵 一直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杜汶澤 從2014年至今 一直受到中共封殺 但是從來沒有低頭 他的傲骨 不僅深受粉絲的稱讚 也激發他 視反共為道義和責任 定居台灣一年多以來 杜汶澤經常就兩岸議題發表看法 去年底一名香港警察 在臉書露出銀包裏的警察證 威脅港人 杜汶澤就從口口的皮夾中 曬出大搭千元台幣抽票 以及一張露出全民健康保險 6個字架淺藍色卡片 對此有人說他在台灣的生活很浮誇 他回應自己是在這裡示範 如何挺起胸膛 不跪在地上填 也可以過得很好 杜汶澤說拍完無間道之後 一直都是這樣生活 差別是在於那些年 我是原婦 現在我是正確地示範 如何挺起胸膛 不跪在地上填 也可以過得很好